那再来就是呢 选霸法的部分也一样嘛 其实现在民进党 很多人他们都是 偷偷的希望说赶快过 因为呢 他们自己难道不知道 自己也有可能被罢免吗 对 就像是许智杰最近 不是一直跟叶元智 在那边互呛吗 可是许智杰上一次在大 呃这个他虽然在高雄 呃是算是民进党的优势选区 可是他上次选的很好嘛 他跟中益众之间的差别 非常非常的近哎 如果再选一次的话 他也不一定真的就选得过中益众 他也是很有可能被罢免成功的人啊 所以许智杰在这边跟叶元智 呛吓说要罢免他 那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 我们是不会轻易把罢免别人 放在嘴巴上 但是当对方一直讲说 要罢免我们的ABCDE的时候 那我们只能说 今天如果真的大家都要罢免的话 那也绝对不会说 只有国民党的人被罢免成功 民进党的人可能也会死一片 就像淑惠议员刚刚讲到的这样 所以呢很多人 最近在协商的时候就感觉到 呃 民进党就一方面想要反对 想要骂国民党说 干嘛去修正这个选拔法 但二方面呢心里又窃喜 想说哎呀真希望赶快通过 犯推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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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用用眼的这样子 这种感觉让大家 就我们在党内彼此在聊天的时候 都谈到说 民进党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那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害怕 说万一有一个国民党的 突然被某一个公民团体说要罢免 结果呢 下一个就换吴思瑶 下一个就换谁谁谁 他们党都挡不住也很麻烦嘛 对所以我觉得对选拔法是这样 第一个不动门槛 既然先前门槛是25% 那就维持25% 我觉得不造成社会太大的争议为原则 免得人家说 哎呀你是不是都是要运用到自己身上 但第二个我们从谢国梁市长的罢免案里面 我们看到说 我们去好多次大家都觉得好烦哦 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每天罢来罢去 说不起不应该是罢免的理由之一啦 我简单这样讲 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有贪赃网法做的很差的地方 哪边这个天怒人怨 你去罢免他 我觉得这是人民罢免的权利嘛 可是像现在 民进党现在的罢免 曲智杰已经讲得很白啦 他只是为了要罢免足够多的人 让民进党在补选之后可以赢 然后在国会里面可以战多数 他的理由就是这样而已 你觉得充分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夺权式的思维非常不可取 所以说这次的选罢法修法他只是要付上身份证 就像是我们在联署总统选举的时候 要不要付身份证 那也要付啊 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总统大选也不用付身份证 就选跟罢 刚刚淑慧玥远讲过是一提的嘛 如果总统选举的这个联署 不需要付身份证的话 那选罢法他自然 我觉得罢免也不需要付 那如果总统大选要付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罢免也应该要付 所以我觉得是把它修成是一个联动的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大家真的认为说 选罢法不需要付身份证 那就也把总统选举的这个门槛拿掉 就是让选罢他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既然总统大选 现在也没听到有人认为说 用身份证去联署有什么问题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冒名的话 其实是有罚则的 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是 如果你又背景伪造身份证的话 是违反这个户籍法第75条 所以我们也是不希望让这些去签名联署 说要罢免的人 他们也不小心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为他去假设他抄别人的名册 别人没有同意被发现了 这样的话那个人他还有犯法 所以你真的很想罢免某一个人的话 那你附上你的身份证 代表你真的很认真想要罢免他去进行联署 那门槛一样是25%都没有调 我觉得这样子折中的一个做法的话 会让社会的反弹没有这么大 也会让大家觉得呢 确实是蛮有道理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这个淑慧 来看看民进党中场会 昨天是不是炮声隆隆 蔡逸宇跟王世坚这两个好兄弟 昨天针对这个选罢法的部分 在这个中场会上开炮了吗 因为呢王世坚主要就是主张 跟蓝营要供修选罢法 但是两个人平常就很好嘛 结果没想到蔡逸宇忍不住的开炮 那但是今天两个人还一起出来面对 还说他们两个是好兄弟 蔡逸宇说自己昨天在中场会上表达的是 在制度上要有所坚持 那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扭曲成了开炮 他说他炮管很小啦 不会随便开炮啦 应该要真更正一下 那王世坚也说 在中场会上的蔡逸宇并没有这么说 也没有感受到这个 那他认为说这篇的报道指控不实 希望党中央要查明是谁在外泄 那最后他说他尊重了中场会的规定 蔡逸怎么看这两个好兄弟 今天还一同出来开了记者会说 两个人没有这个开炮啦 我其实对他们两个怎么样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们两个就是自己民进党的 然后而且是犯英系的 一个是英系一个是犯英系的 那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突然这样 那是不是代表说民进党内 确实对于选霸法的修正 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 就像刚刚巧新说的 其实有人心里怕了下一个罢免的是他 所以他在半推半就 在那边开心说 哎呀这个法就让他这样过好了 我就安了啦我就安了 所以民进党内也有这样子的人 只是他不敢演不敢表现出来 就在那边演 所以王世坚跟蔡玉宇 其实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属于英系的系统 不过他们因为有一个案子 彼此是利益不一样的 应该是有一点是对立的 那个又跟我们的这个 那个仲泰花园的那个都更案是有关的 那个就说来是深的 那个就是套路很深 make up很深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互相看不顺眼 其实跟玄霸法根本没关 找一个理由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又是说来是另外一个story 但是我觉得我同意 刚刚小新说的 民进党内对于大罢免潮 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次我在友台的时候 我对面是一个民进党的朋友 他在那边大声讲说 哎呀这个大罢免潮 从谢国良之后等等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以为这个世界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以为只有你们会发动罢免 大家发动罢免的实力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罢免的门槛太低了 联署成案的门槛低 然后最后过关的也低 国民党跟民进党同样都有能力 去主导一场罢免战的 不要忘了当年你们罢免韩国语丸以后 接下来都被罢免的是谁 是你们民进党一个一个 不管是陈柏惟也好 王浩宇也好 甚至黄杰也好 虽然说有人过关了 可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骨牌是会倒的 你罢免了这个国民党一次以后 接下来是蓝营的会很气愤啊 大家最近去年还要 像说要罢免许巧新 我就说你们最好敢罢免 许巧新在你们绿营的仇恨值高 可是在蓝营的认同度是很高的 你动许巧新 接下来其他县市的蓝营的人 就开始动你们民进党其他的人 对不对 我说你们敢你们就动 但我笑你们不敢 最后那个人也鼻子摸一摸 说我们其实没有说要先什么 大罢免槽什么的 我就说你们自己要知道 蓝绿你说要搞出25%的人 有多难 有多难 何况联署成案的门槛只有多少 1%还是2% 差不多 就成案了 蓝绿如果狠下心来要动 谁动不了啊 谁动不了啊 以为只有你们会呛 只有你们 蓝营过去是比较认为温良公解让 所以才会让民进党在那边嚣张 在那边于居于旧 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一种 这种嚣张已经习惯了 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感觉到说 蓝营现在已经本质都变了 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 我们是基于政局的稳定 没有主动去发起 可是我就说嘛 从2020年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蓝营也掀起了几波就是 罢免民进党的啊 结果民进党不就乖乖的了吗 结果就乖乖的啊 他们敢说为了王浩宇说 我也要罢免你国民党一个议员吗 他们敢为了陈柏惟说 我也要罢免你们国民党立委吗 他们不敢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